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果召开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 股价高收约0.5% 另外Tesla股价高收近2% 因为创办人马斯克表示 整体人手将于未来一年增加 有别之前计划裁员的言论 事传中国监管机构 对滴滴的调查正是结案 刺激滴滴股价升超过两成四收市 市场也都憧憬互联网监管明朗化 带动中概股做好纳斯达克 中国金融指数高收超过5% 接下来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的表现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和本港收市 比较个别发展 煤孔ADR报52.38跌0.52% 腾讯报366.4跌0.33% 阿里巴巴报97.1升0.16% 美团报197.75跌0.18% 中银售报12.24升0.16% 中石化报4.26升1% 中石油报4.25升1.51% 欧洲股市的表现 欧洲股市表现做好 伦敦富士100指数报7608点升75点 法拉克福德斯指数报14653点升193点 巴黎剑指数报6548点升63点 接着看商品期货的表现 国际油价反复低收 沙特阿拉伯上条向亚洲出口的原油价格 但外界华尔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其盟友 提高产量目标可不可以舒缓到供应紧张 限制了油价跌幅 伦敦布兰特期由一度触及每桶121.95美元高位 收市部129.51美元跌21美先跌幅0.2% 纽约期由一度升至三个月高位120.99美元 收市部每桶118.5美元跌37美先跌幅0.3% 接着看金价 金价受压因为美元和美国债息上升 市场关注美国在今星期稍后时间公布的最新通胀数据 纽约期金收市部每公司1843.7美元跌幅0.4% 现货金较早时报每公司1841.23美元 看美元每价 美元兑一蓝指主要货币上升 在美国通胀数据于本周稍后时间公布前 美元避险吸引力增加 美元兑港元押价7.845 日元132.252 欧元1.068 英镑1.251 西斯花浪0.971 家元1.259 欧元0.718 樓元0.647 美国负债券息率表现 10年期债券息率保3.06 30年期债券息率保3.06 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21473点跌180点 国企指数跌54点 7443点 大利斯成交有85亿 今个人节就差不多 回到其他直播节目 再见 恒财财银大提提 你现货黄金卖入价1839.44美元 卖出价1839.81美元 现货白银卖入价22.056美元 卖出价22.072美元 以上资讯由恒财银大提供 半 Fisher amo者是 业 前卖入价 Premiere 刁有 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